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右手邊這一台 2018年的Toyota RAV4 非常搶手搶手到不行的車款 2.0最頂級的 然後車主有在加選一些小東西 讓這台車更具有價值 它後面改款的車呢 它RAV4全車系就變成LED的大燈了 遠近燈都是LED的 OK 再來就是它這個前面 它有帶這個類似鍍鉻的這種裝飾點綴 如果是一般版本2.0的話是沒有這個 它看起來就少了一小節下巴 就沒有那麼霸氣一點 好 這車主很用心啊 也是貼了這種 類似Carbon的碳纖維的殼做點綴 然後方向燈的部分 後照鏡一樣給你一個方向燈 然後再來就是 它是有摸門的 摸門感應解鎖 上車上下車 你只要鑰匙帶在身上 你就直接上車 來 我們看後箱 一般的RAV4 2.0的是不會有電動尾門的 那它有加選 把它加選電動尾門 OK 看到嗎 這兩隻 非常粗的頂桿 OK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很常跟客人講 這個東西啊 如果今天看到影片的朋友呢 如果你家有這些東西 你的車子如果哪天想要賣掉的話 請記得把它留好 因為它真的蠻貴的不便宜 這些我沒記錯 這都是要原廠要再選的 像這個有附 像這個旅行的這種 我記得是要再加選的 那前車主有留下來 沒有拆掉過的東西 我們通通都會留給下一任的車主 我們走到後面 輕輕的把它就是 後座椅子這邊撥下去 椅背就傾倒了 那它的平整性呢 畫面上稍微幫我帶一下 OK嗎 有帶到嗎 其實平整性是非常夠的 兩張椅子都可以做傾倒 也可以坐往後倒 來 這是正常的 你也可以再坐往後 目前里程的部分是73892 跑7萬多 這里程呢 對我們來講 都是算是在正常範圍內 只要你一年跑2萬以內 其實都是正常跑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我左手邊的部分 是有車道偏離警示的一個按鈕 跟開關 然後還有電動尾門 跟電動收折 它變成在這邊 那方向盤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來這邊也要再小小的講一下 只要有車商 跟你說他們車是最頂級的 那麻煩請你看有沒有這個按鈕 這個是ACC的車鋸的控制 再來就是有沒有LED頭燈 如果沒有的話 千萬不要相信它 那台車是最頂級的 再來是Toyota一貫的傳統 他們都把它們定住住在這裡 這是一般Toyota絕對沒有的 這台車有配環景攝影 這邊可以看得到 然後後面也有 OK 再來就是我們開門哪個方面 它通通都限制在上面了 好 再來往下看 雙區域的恆溫空調 這邊都可以各自獨立的做調整 然後這裡還有接能模式 跟運動模式 那這些模式上的切換 其實就是影響你的 改變你的油門輸出 並不會對你的動力上有太大的改變 你也可以自己做手動擋的調整 在不管是長下坡 或是上坡的時候 用手道板開的話 你車子會開得更順 手上這一本就是它的認證書 裡面呢 都有詳細的認證 板件的部分 內外結構 結構跟它的板件 全部都是空白的 空白代表什麼 空白就代表說 它的整個板件是沒有更換過的 如果今天有更換過 我的認證書上面會被打叉叉 那就算我們有更換過的車 我們一樣會做認證 那我們一樣會誠實告知跟客人說 我們這車有換過哪些地方 再來就是這車還很新 我們一樣可以提供保固給你們 基本上就是保固引擎 變速箱方向機 啟動馬達本體 這四大項 再來是車子 日本原裝 所以它是日系進口車 品質就不用我講了 大家應該都知道 應該算是全台灣吧 也可以甚至是全球 最熱銷的其中一款休旅車 就是ToyotaRAV4 OK 那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喜歡我們的車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到我們SUM的官方 搜尋我們金豪華汽車 找我們預約賞車 實在就是SUM A-M